大家好 我是小妮 这是我们挖的海葵 晚上长得和一朵花一样 特别漂亮 我们这回来 缩了 咱们现在把它清理一下 今天做个辣炒海葵 因为它这个很难 咱们试一下 多放点食盐 多加点食盐搓洗一下 因为它上面这个粘液特别多 然后再从中间划了开 其实人家这个 网上说的清洗这个药 最好是拿那个往东 在海上 石头上拍打一下 把这个粘液 拍打出去 咱们先搓一下 现在万关是洗得很干净了 咱们现在用剪刀 处理一下里边 这个过程咱们就省略掉 洗干净的海葵就这样 硬邦邦的 弹性十足 这我错了不知道 是一样还是二十遍 把这个粘液 上面这个粘液 才处理干净的 咱们现在先弄配料 先放在锅里加水 要把这个等会焯一下 咱们现在烧开水 准备焯这个 现在 先切几片姜 放进去 如果这个海盒不出了的话 会很难 配料都拿出来 现在开始切配料 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放入海盒 放入海盒 加少许料酒 沸腾了 焯一下 关火 把海盒盒出 再冷却一下 冷却一下 我觉得做这种海盒 应该在那种 石头上 割得很特别大的 卖相好看 烧油 需要有材料 豆瓣酱 吊酒 猪油豆豉 少许料 少许的味精准一下 就可以 放边 往上要开炒 葱姜蒜爆姜 加豆瓣酱 咱们这个是辣的 放入海盒 酱油 放入海盒 放入海盒 然后倒入海盒 放入海盒 放入海盒 大大大大小小时 少量料酒 现在就有铁 切成一段 然后再来把这个辣椒段 切成一段 放入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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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蛋 辣椒正多 煎一块 放入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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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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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点烫 好了今天得多挖点 辣炒汉盔 咱们就做好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妮视频的话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